这一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写作语词 是什么为 有很多动词常常会配合us 像这个see, view, regard, think of us 就是是什么为什么 把什么当做是什么 第二个部分 to be就表示身份的 to be就是表示未来 将来要成为什么身份 二是跟been是指目前的身份 目前的身份是什么 就要用二是或者是been 将来想成为什么身份 想要当医生,想要当护士 这些就要用to be 现在我们来看例子 television has been regarded as a part of daily necessities 这个就是配合动词的 电视已经被视为regarded 一定是被视为a part of daily necessities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第二个例子 as a student就是指目前的身份 目前的身份 身为学生 谁 后面的主持 这两个是一致的 我们要做的 这个 我们就是指学生 所以all we have to do 就是我们要做的 就是study as hard as we can 这个as hard as 表示 跟什么 一样 或者是尽量的意思 这里是翻尽量 尽可能 尽我们所能的 努力读书 就是一个固定的语法 study这边有 省略了一个to 所以你看起来就 只有接圆形 事实上这里有一个to 省略掉了 所以身为学生 我们要做的 就是尽我们可能的 努力读书 现在看第一题 现代人已经把手机 视为生活必需品 这个跟前面是一样的 不过这里是用主动 现代人 我们可以用modern people 也可以用people in modern times modern times就是当代 在当代的人们 加修要写的是动词 把已经把手机视为什么 这一题要用主动的写法 regard us 所以要用have regarded 下接手机 cellphone cellphone就是手机 当做什么 us 所以regard us 是配在一起的 文法上 这个cellphone就是售词 后面 as后面就叫受词补语 当做 生活的必需品 这样子 我们可以当做是一种 一种生活必需品 那就用 a kind of 一个种类的 生活必需品 就是daily necessities ok 接下去我们来看 第二题 第二题是说 为了要当医生 这是表示未来 因为现在还没有当 所以讲到未来 我们就要用to了 因此要用to be a daughter 但是要小心 你这里要当医生 后面主持就一定是 要当医生的 那个动作者 主角是谁 所以要当医生是他 后面的主持一定是他 不能用到课业 也不可以一定是他 主持写出来 日夜买首于课业中 买首于就是用这个 be devoted to 是专注于的意思 he is devoted to 也可以用 he devotes himself to 后面就来接客业 he is主持 最后面 这个接动词 两个写法 再来加受词 客业就是用 his studies 再来加时间 日夜 day and night ok 这样就是一个很完整的翻译了 我们看看能不能再添加一个句子 现代人把手机视为生活必需品 对 他们 这个 每天都 使用它 他们每天都少不了它 后面就可以写了 they 几乎不能够少掉它 就是 they can not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怎样啊 live without 就是 失去了 手机 就没办法生活了 现代人 白天也用 晚上也用 英文用 cannot live without 没有办法 过着 没有手机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 额外加进去的 再看第二句 他 买首于课业中 那后面就应该是结果了 因此 他的梦想 终于实现了 后面可以接 as a result his dream 他的梦想 实现了 finally come true ok 这个 这个也是 添加的一个 语词 来作为 内容的延伸 就应该是 做了 语语语 就应该是 语语语 语语